那另外有一個問題就是前縣長周錫瑋 今天去上了這個廣播的節目 他講說未來要參選新北市的話 是有這個可能性的 您怎麼看 周縣長是我的好朋友 他是我們的前縣長過去對台北線 就是新北市的前身也很多的貢獻 那至於說未來選舉的事 第一個是明年的事情 第二個也要看個人的意願 跟未來吳主席就任之後整個的初選制度 那目前都還延遲過早 就您個人您會鼓勵他參選嗎 我個人的立場就是說 只要是優秀的人才願意為新北市服務 我們都非常的高興 那現在有人解讀是說可能是 周縣長跟那個侯副市長 可能是您跟吳主席之間代理人相稱 那您怎麼看 我想國民黨目前是在野黨 相對民進黨也弱勢 那我們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團結 在努力然後好好的施政 爭取所有市民的支持 所以不會有誰代表誰 我想周縣長還是我的好朋友 應該這些都是大家的傳言吧 我想這個歷史大家都已經知道 就是說當時我本來在行政院服務 然後後來當然國民黨內有一些 包括徵召的過程 因為我事實上是徵召的 也是在當年的五月離開行政院 我想這個周縣長講的都應該是 就是這個發生的一些過程 有一個最新的民調說這個 有一個最新的民調說這個 這麼多的節奏